因为唐牧师他的东西都比较深 所以我常常要利用崇拜的时候 理中一些背景的问题 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唐牧师讲的内容 像立位人为什么要守时期奉献 他有他的时代背景 他有他的历史 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慢慢演化变来的 那我们研究这些变化 上帝引导的过程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了解上帝的心理 很重要 我们今天为什么读圣经读那么多 就是要了解上帝的心理 我们人要配合上帝 而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私欲 如果我们做事情都随着自己喜欢做什么 做什么 那我们糟糕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读经 不读经不行 一定要了解上帝的心理 如果不明白上帝的心理不行 我们崇拜也要一定天天思考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是占最重要 最重要最重要 所以不管在家里 或者是在任何的聚会 一定读上帝的话 我们教会现在因为网路发达 电视非常的发达 所以我们几乎请最好的老师 透过电视教我们 我们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 没有办法看电视教训 现在我们可以借着网路 听到最好最优秀老师的信息 我今天讲的麦基喜德 是因为麦基喜德的道理是不简单的 我们看一下西伯来书的第五章 西伯来书的赦者曾经这样讲 他责备我们 他曾责备我们 那个第五章 因为讲义上没有 那你如果翻圣经比较慢 你就用听的 你用听的 我要来读西伯来书的第五章的十一节 论到麦基喜德 我们有好些话 并且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我们慢慢记得道 你们听不进去 看你们的学书的功夫 本该做师父 谁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 另教导你们 并且承认那必须吃奶 不能够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 我在读一次二十三节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 因为他是阴海 十四节 唯独长大成人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 习练的通道 就能够分辨好感 那么西伯来书的 这一段话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天天讲爱 讲爱讲爱 不熟悉仁义 不熟悉什么叫做 公义的道理 那么你还没有长大 那么公义的道理 是长大的人 吃干粮的人才能够消化 那么你吃奶的人 你这些吃奶的人 就是天天爱啊爱啊 那么西伯来书就说 你们要吃干粮 就是要知道麦基喜德的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第六章 我们在那个查经班的时候 第六章那个跳过去 没有了 我不知道编辑的人怎么 跳到第七章 这一段 我们礼拜十有读过 不过我们今天还是来读一下 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好不好 你可以看讲义 你可以看讲义 我读一节 弟兄姐妹读一节 我们用起应 起应的方式来读 好 第一节 这麦基喜德就是沙冷王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他当亚伯拉罕 沙拜诸王回来的时候 就迎接他给他祝福 请大家独立要解 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 起十分之一给他 他头一个名办出来 就是仁义王 他又名沙冷王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他无父 无母 无主仆 无生之始 无命之中 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你们想一想 先主亚伯拉罕将自己所辱来 上等之物起十分之一给他 这人是何等尊贵 第五节 那德祭司指任何立位祖孙 领命造力向百姓取十分之一 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 虽是从亚伯拉罕生中生的 还是造力取十分之一 第六节 独有麦基喜得不以他们同福 到收那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 为那蒙应喜的亚伯拉罕祝福 从来为份大的给为份小的祝福 这是伯德岛的理 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 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 有为他做见证的说 他是活的 并且可说 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 也是借着亚伯拉罕 纳了十分之一 因为麦基喜得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 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生死中 好 这段话我们读也许有一点点模糊 我把重点跟结论跟大家讲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拿麦基喜得跟立位来做比较 立位他要奉献十分之一 可是立位的祖先亚伯拉罕奉献十分之一给麦基喜得 那么立位跟麦基喜得比较当然谁大 当然祖先都奉献给他要大 立位是亚伯拉罕的孙子 第三代孙子 所以麦基喜得一定比立位大 那这个立位奉献十分之一这个理由是从哪里来 那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 关里立位的故事 我们知道以色列常常讲十二支派十二支派 立位是第三个支派 这个立位他是雅各 雅各的第三个儿子 雅各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 最后一个是女的 是女生 那么前面有十二个孩子 那么他有几个老婆 他有四个老婆 他原来他喜欢的一个人叫拉琴 可是这个岳父很厉害 岳父在想 因为拉姐是妹妹 他舅舅就是他表妹 这个拉姐是妹妹 他的岳父也是他的舅舅 他就感觉说大女儿没有嫁 怎么可以把小女儿嫁出去 所以就在喜宴完了以后 把他的 本来雅各要的是要妹妹 可是他竟然 他这个岳父啊 竟然把大女儿给飞进归房 这个雅各隔天早上一起来 糟糕 我要妹妹 你怎么可以和姐姐呢 怎么可以和她喝醉酒 因为她喝醉酒 他们没有办法 那个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他没有办法 后来他就跟舅舅谈谈 我要拉姐 我要妹妹 你怎么给我姐姐呢 他的岳父啊 他的 也是他的舅舅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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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跟他讲说 你啊 为我做工七年 我就把妹妹给你 连这个拉姐啊 也要做工七年 一共要做工十四年 后来果然做工七年以后 就把妹妹再叫给她 所以她就两个老婆了 大老婆跟姐姐跟妹妹 这个姐姐有那个 卑女 有个卑女 他们那个时候 他们卑女都跟随她的主人一生 一生 他们 这个 雅各喜欢妹妹 可是妹妹 不生 生不出来 雅各很喜欢这个妹妹 妹妹比较喜欢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 拉姐知道把她的卑女 推给她老公 你帮我生 帮我生个女 不然我在家没有地位 我喜欢老公 老公我喜欢 可是平平我没有孩子 大老婆拼命生 已经生了四个 前面生了四个 后来这个 拉姐就把她的卑女 送给老公 哇果然 一送给她就生两个 后来这个 大老婆 看妹妹的尸体太庞大了 她也把自己的卑女 又送给老公 所以到最后 雅各娶了四个老婆 生了十三个小孩 最后一个是女的 这个 在背景暂时 我要讲的立位主角 就是在老二老三 这个是大老婆生的 大老婆生的 大老婆生了六个 加上那个女的生了七个 其他的人都两个 好 他们后来做工 帮舅舅做工十四年 他们的钱家就搬回家 搬回她原来的老家 搬回去住在一个地方 叫做世建 世建那个地方 是一个乡村 可是很繁荣 世建他有一个王子 世建的王子 或者说我们说 世建地区的一个最富有人 他老爸就用地名 这个地名跟他的孩子 命名 那这个世建 他看雅各的小女儿 长得很漂亮 这个小女儿 因为是独生女儿 也很骄重 非常的骄重 所以就很贪玩 就常常跑到世建那个王子的家去 有一天就不回家了 你知道为什么不回家 就跟那个世建的王子又一起睡觉了 睡觉了以后就 你知道以色列人 他们是不随便跟外邦人结婚的 这个不得了 那个 雅各家知道说 他们这个小妹子 唯一宝贝的小女儿小妹子 被人家羞辱 没有结婚就睡在一起 怎么可以这样 那世建他还很紧张 他知道这个事情 就世建就跟着他老爸来雅各家提亲 来雅各家提亲 这个十二个哥哥 当然很凶 对不对 我们看这个哥哥怎么讲 我们看圣经讲义这个地方 第一段的凯书那个部分 我来念 我来念 雅各的儿子 儿子们 因为世建玷污了他的妹子鼎拿 就用诡计的话 回答世建和他的父亲他们 对他们说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 给没有受割离的人为妻 这个受割离是犹太人必须要做 就是生下来六个月 要把男孩子那个包皮割掉 这个是他们的仪式一定要做 如果没有受割离 我们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弟兄 他说那是因为我们的羞辱 没有受割离是一个羞辱 我有一件可以应免 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离 他叫世建说你们整个乡村 你们整个村庄全部受割离 和我们一样 我就把女儿给你们 也娶你们的女儿 我们与你们同住 两家就变成一样的人 一样的人民 因为世建很爱 这个妹妹就答应了 好 我叫我们全尊庄的人 全部受割离 这个立位啊 老二跟老三 西美叫老 老二叫西美立位 趁着他们受割离 受割离很痛啊 拿来一支割离很痛 就趁着他们在受割离的期间 下面很痛的时候 整个村庄到村庄里面 把所有的男生当中杀光 这个就是立位跟西美凶狠的地方 这个立位非常的凶暴 用祭摩 他妹妹被羞辱 可是把全村庄 所有的男生当中杀光 这个是头一件事情 关里立位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 当他们到了埃及 在以前讲摩基的时代 摩西的时候 摩基在山上 在山上跟上帝接受滑板的时候 这个亚伦啊 亚伦就是摩基的弟弟 亚伦他看到哥哥上山去 怎么四十天那么久都没有下来 我哥哥是不是到山上被老虎吃掉了吗 为什么上去 他说上去要被上帝救命啊 他怎么会那么久都没有下 这亚伦啊 糟糕啦 哥哥讲的这一位神 不可靠 我们还是信 信我们原来在埃及 拜的那一位神 他就把所有的人的耳环 做成金有毒 就在那边拜金 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他带着亚伦上去 因为他讲话比较不流利 他常常要亚伦带上去 这一次是摩西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下来 他拿两块滑板 拿两块滑板 看到他的百姓在叛金有毒 非常的生气 就把滑板摔破 摩西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知道上帝不容行 因为第一条 实际的第一条 除了我以外 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 他们竟然在拜金有毒 摩西讲出了一个寂寞 他怎么说你知道吗 他说如果你们要 要耶和华 你们到我这边来 如果人不要的 不要过来 立位之派的人就整个过来 靠过来 摩西怎么说 摩西说 立位之派你们要忠于耶和华 我现在拿刀给你们 你们配刀在腰间 开始杀 你的弟兄 这些弟兄 能够杀多少 你就杀多少 因为他们换了刀 砍 你知道砍了多少人吗 砍死三千人 砍死三千人 上帝就用这样的人来做将来的祭司 本来祭司 敬拜上帝是谁的责任 文文博明 本来以色列的传统 敬拜家庭是谁的责任 立位 不是 是长子的责任 长子生下来要把投胎的长子 献给耶和华 长子已经属神 长子要带领全家敬拜 可是上帝到了立位的那个时代 到了亚文这个时代 他看到以色列人不敬全 各个家庭都不敬全 长子不像长子 不像一个 后来就改变 立法就改变 要让立位人来代替长子 上帝就拣选到立位人 我们看雅各 他最后要死掉的时候 他把十二个儿子都一个一个住 等于是在讲他们未来 我们看上帝 看雅各怎么样讲 他的脑二跟脑三 我们看讲义 在创世纪的四十九 四十九篇的五到七九 我来读 这个雅各在联老的时候 对小孩子的祝福 对老二跟老三 他是怎么样讲 他说西勉和立位是弟兄 这个是老二跟老三 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 我的灵不要与他们同盟 我的心不要与他们联络 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民 任意砍断牛腿打击 他们的怒气暴累可咒 他们的恨恨残忍可咒 我要使他们分基在雅各家里 散住在以色列人的地中 那么意思就是说 老二老三啊 你们很残忍 那么立位 你们以后没有徒弟 意思说没有徒弟 我要把你们分散 分散在其他的姿态 其他的姿态当中 那么果然 耶稣亚进迦南的时候 我们在分地的时候 上帝就借着摩西跟他们讲 立位没有地 那没有地怎么办 立位没有地怎么办 就靠了弟兄姐妹 靠其他的姿态奉献的钱 我们先供养他们 他们没有地啊 不能耕草啊 不能够养牛群啊 不能够耕种田地高粱来生活 所以一个子派必须要供应立位子派 我们回头来想 这个就是立位子派的原有来源 我们想想 上帝为什么用这样的当祭司 田地用怎样想 为什么上帝用这样的当祭司 那么意思就是上帝非常的恨恶罪恶 你懂吗 我们读经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上帝的心态 上帝不是残忍 你看上帝对他的儿女很温柔的 可是对罪是绝对不放纵 你看这两个事件 杀人的事件 第一个妹妹患了淫乱罪 妹妹嫁了外邦人 这个都是犯罪 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 不可以跟外邦人结婚 他只能够跟以色列人结婚 然后还没有结婚就上床 跟人家上床 所以这个妹妹害了事件整个村庄 为什么要杀 杀掉这么多 就是因为罪有关系 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弟兄杀掉三千人 因为拜金头 上帝非常的恨恶罪惡 所以他用这样的方法 当然这个是不完全 我跟弟兄姐妹讲 这个是不完全 这个就是所谓旧約时代的立法时代 什么叫做立法时代 立法时代就是上帝绝对不宽容罪 你有罪我必定要罚你 我问芳心一件事情 芳心 旧約时代的人不守安息日 要怎么样做 被石头打死 对 被石头打死 谁跟你讲 不守安息日 等于我们现在不做礼拜的话 用石头打死 不像芳心说 今天那个香味鬼办活动 不是啊 拜托我香味鬼有活动 我没有办法 就约的时代是非常的 不守安息日 全部可以用石头把你丢死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再谈一个麦基喜德 来代替立位的 麦基喜德是一个什么样 公益王对不对 他有公益 然后他又是什么 沙女王 沙女王是什么 就是和平王 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进入麦基喜德 这个是背景 我顺便要提一下 这个祭司啊 并不是所有的祭司 通通可以侍奉上帝 你知道吗 这个立位的后代 连摩西也是 我跟立东里面讲 摩西也是立位的后代 因为亚伦 可是只有亚伦能够敬拜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上帝拣选了亚伦 借着亚伦领头消灭罪患 所以亚伦是有攻击的 摩西的后代是没有 他虽然是立位 立位的子孙 可是只有亚伦能够当祭司 到了 一直传到了 那个 士师的末年 快到大卫那个年代 弟兄姐妹妹会知道 那个士师的最后一个士师是谁 最后一个士师 叫做撒末尔 撒末尔他的祭司是谁 波敏考你一下 撒末尔的祭司是谁 撒末尔 撒末尔他小时候 他有祭司啊 撒末尔小的 在圣殿里面住啊 在一个祭司的家里 你忘记吗 乙利对不对 是不是乙利 记得吗 有这个 大概小晴知道 小晴的教同学 对不对 撒末尔的牧师 他的祭司叫做乙利 乙利有两个最坏的儿子 非常的叛逆 恶德 坏蛋 两个坏蛋 结果呢 以后立位 乙利的后代 就不能当祭司 以利的后代 断掉了 就归给他兄弟的儿子 叫做撒末尔 你们听唐从荣牧师有没有讲 他讲说 这个祭司 那个瓶颈越来越小 从立位变成亚伦 亚伦 亚伦到了 那个 那个大卫的时代 变成撒末尔 不是所有的立位人 通通可以当祭司啊 撒末尔 后来就只有撒末尔的后代 可以当祭司 我问弟兄姐妹啊 其他立位的后代没有帝啊 怎么办 原来其他的立位人 就只好当 圣殿里面的苦力 什么叫做苦力 担印啊 如果要弄什么帐篷啊 要用什么 没有办法当祭司 当祭司 只有圣洁的人 犯罪就不行 犯罪就淘汰 这样以利的儿子啊 被淘汰了 他是祭司的儿子 本来是继承祭司的 你懂吗 以利啊 我说以利的两个儿子 本来要继承祭司的职位 因为犯罪乱七八糟 结果 那个祭司的职位就 给弟弟的儿子 撒朵 给撒朵做了 我顺便跟大家提一下 我祭司在旧一时代是很重要 不可以犯罪 你犯罪 祭司就没有 没有宽容 跟弟兄姊妹讲 没有宽容 好 为什么立位不足 然后要 用麦姬洗得的等级 就是 因为 就业的时代的 其实是 没有宽容 没有体谅 没有让你回来的机会 这个就是就业的精神啊 不但要有立法 不但要有公益 还要有什么 还要有和平 弟兄姊妹 上帝很奥妙 上帝先把公益摆在前面 以后 耶稣来的时候 要爱你的敌人 对不对 要爱你的敌人 跟旧一 什么 以牙还鸟 我怎么可能爱我的敌人 这个是悖逆的 耶稣说 不是 在旧一的时候 你不可以跟一个妓女坐在一起 旧一的时候 你不可以跟一个被叛国家的人坐在一起 那个是不圣节 要隔离隔离隔离 耶稣来到世界 跟罪人坐在一起 跟祭妮 祭妮用头去插入 这个犹太人一看 耶稣啊 你怎么那么肮脏 你怎么肮脏 跟祭妮 跟叛国 那个税吏 整天混在一起 新约的时代不但要有公义 还要有和平 还要有爱 有一次 有人就要来讨耶稣 就把一个犯了奸引的女人 抓到耶稣的面前 说这个女人犯了罪 你是你懂得犹太人的理法 你怎么处理 耶稣看了大家的脸色 看了一下 他说 如果你们中间都没有犯过罪的 可以拿石头打杀 因为打他 因为他犯了奸引罪 照犹太人的立法要打死 那一些人 你看我 我看你 哪一个人没有犯过罪啊 所以他们就一个一个走了 剩下那个换奸引的女人在哪里 耶稣跟她说 没有人处罚你吗 没有人打你吗 耶稣说 你起来吧 我也不处罚你 不要再犯了 回去吧 为什么耶稣这样做 因为耶稣有爱 耶稣给我们回来的机会 不像在旧约的时代 那么样的严厉 给我们机会回来 旧约的 我跟弟兄在那里讲一下 如果 慈爱摆在前面 如果我说假设 上帝把慈爱摆在前面 以后才公寓 上帝的温柔看不出来 就是因为严厉 上帝让你知道 我是恨或罪的 绝对不可以罪 不可以有罪 然后很严厉很严厉 到最后耶稣来 叫我们爱我们才不会犯难 你懂意思吗 你懂上帝这个奥妙吗 先让上帝的公义先让你明白 以后给你看 如果没有公义 通通谈爱 那个就乱了 你懂意思吗 先让上帝先让你知道 我是严厉的 你不可以乱七八糟 你不可以乱来 以后如果你有心要回开 我让你回改 你懂吗 这个就是麦基喜德 他是公义王 也是人义王的主要原因 上帝就拳选改了麦基喜德 好 礼拜四的时候 我听唐朝老牧师 他说麦基喜德是撒冷王 这个撒冷不是地名 我查参考书 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撒冷 确实是在耶路撒冷附近 有一个城 请大家看诗篇76篇 诗篇76篇第三集 所以唐朝老牧师我认为 不一定他讲的话都准确 你要以圣经为主 不是以人的讲道为主 76篇第三集 第二集 对不起第二集 76篇第二集 在撒冷有他的帐墓 在西安有他的居首 有没有 这明明是一个地名 撒冷是一个地名 唐朝老牧师说 撒冷是平安 Sharom的意思 撒冷王他说平安王 就是平安王 不是我怎么样读 我好几次读 这个撒冷王 麦基喜德是撒冷王 就是这个撒冷是地名 绝对不是只有说 他是没有 他只有那个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喔 那个麦基喜德 不是住在那个撒冷 那个地方 他说他就是平安王 就是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 他就是意识上的平安 不是耶路撒冷 可是我查了很多参考书 这个撒冷 确实离耶路撒冷很近 古代就有 就有这个地方 我们看那个